這台中市竟然發生了 這個驚人的逆倫慘案 而且這個兇手 竟然是死者高學歷的這個女兒 問一下這個學尾怎麼回事 聽說他啃老不神 竟然火頭男朋友 把老父親殺了 如果能夠預測未來 像這種女兒 帶身材就把他放不死了 對不對 不要這樣 不是真的很誇張的 這個案子是 台中有一個擔任 在國小擔任警衛的一個爸爸 有沒有 這個警衛爸爸 月收入才三萬塊左右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他為了這個大女兒的未來 大好前途有沒有 竟然支柱他在美國留學 七年的花費 七年的花費 一個月收入才三萬塊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以前 如果要去美國讀碩士的話 貸的錢 如果不是貸款的話 都想說我兩年讀不中 都沒辦法讀了 家裡能夠公約就這麼多 就拍拍屁股摸摸名字就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去都很努力 在讀書 這個女孩子不是 他去的時候反正 我幹什麼都沒關係嘛 一個碩士讀七年 從語言學校一直讀 讀到那個碩士班 平常還跑去紐約有沒有 跟那個金牛照相 跟那個什麼時代廣場拍什麼 什麼網紅照一大堆有沒有 還讓大家都很羨慕 他都沒有想到說 他爸爸這麼辛苦 在台灣賺錢這樣 真的做個警衛 供他出國讀書 對 那去年他爸爸就想說 我真的沒錢 沒辦法了 對不對 你十七年給我花多少錢 對啊 我算一算至少要六七百萬 對啊 倒不掉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再供應他嘛 對不對 好啦 那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男生 兩個人談了戀愛之後 就沒辦法 你沒辦法 我也沒辦法 兩個人就一起回國 回國之後 你不是海歸嗎 也不趕快去找工作 好扯 兩個人就到處去朋友家裡 寄宿人家家裡面 到處借住 到處去混那樣 也不工作 那沒錢的時候怎麼辦 男的就回去跟他家裡要 這個女的就回去跟他爸爸要 要了之後要不到那怎麼辦 他不是每天去滷小小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爸爸 兩個月前曾經報案說 遭受家暴 對不對 為什麼 他跟他男朋友來 要不到錢就開始去背面 威脅恐嚇幹什麼 一大堆都來 所以他那時候社會局開案 對不對 他就勸他說 那你要不要申請家暴令 他想說 不要啦 那女兒子 至少是自己的親生女兒 那個家暴令一申請之後 一成案之後 這個女兒以後會受到影響 對不對 那他就不要 那社會局就跟他講說 既然你不申請家暴令的話 那我就告訴你 你以後回家的時候 你要更改上下班的路線 連任爸就走到這樣 要更改上下班路線 所以你要安裝汽車 那個什麼 那個行車記錄器 甚至要手機要安裝 那個報案APP 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趕快報案 你看 好啦 弄了一大堆之後 還是沒辦法 要給我回到 也是死啊 對不對 可憐 為什麼那一天 這個女兒又跑去跟爸爸要錢 幸好那個之前 那個小女兒打電話 跟爸爸講說 我煮了一些東西 你趕快什麼時候 要趕快回家吃飯 對不對 我們好好吃個晚飯 可是他爸爸就跟那個小女兒講說 不對勒 今天你姐姐又要回來 又要跟我談錢的問題 那我先躲一下 可能會晚一點回來 可是等等等到很晚 等到半夜三更 隔天 還是不見爸爸蹤影 他女兒就覺得 小女兒就覺得很奇怪 趕快報警去處理 報警之後果然警方用手機定位 查出來說他爸爸竟然在黃坑山區 在太平那個山裡面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那警方也覺得說這不大對 就開始一方面掉了很多的 那個他父親學校的外面的監視錄影器 對不對 又開始就去現場要去找看看 這個人的下落罩哪裡 可是啊 這個時候又出現一個靈異事件 那警方就經過的時候 看到一個篤地宮廟 就去說稍拜一下 希望這一次找人的行動 能夠順利這樣 拜完之後過了不到幾分鐘 他們果然在不遠處的那個路邊 就看到那個死者的摩托車 在從那個地方開始往外擴散去找了之後 沒多久找到竟然在一個那個山溝裡面 找到這個父親 這個江青父親的那個大體 真的被人家殺害其實在那個地方 那另外怎麼辦 接下來他們就覺得這個 另外一方面在找監視器畫面的時候 就看到說他爸爸 在學校裡面看到他女兒跟那個男朋友 有沒有 進去學校裡面 進去之後 出來的時候怎樣 竟然是一大包東西 而且他們就放在摩托車 一人騎一台就騎他爸爸的車 他自己的摩托車對不對 就騎就往山去一直走走走走走 他們講說 竟然在山上找到屍體的話 他們又有這個畫面過來的話 應該就是在這邊棄屍的 所以果然找到屍體的時候 發現說這個爸爸是被人家用鐵錘啊 就整個頭敲死 活活把他敲死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把這個定位 找到這個女兒跟這個男朋友 住的地方之後 去了到現場果然就收到什麼 血衣跟作案的鐵錘對不對 那是人贓俱貨啊 這個贓物 這個證物都已經有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坦誠說 因為錢的關係 把他爸爸給殺了 好殘忍 那我講說這種啃老族殺父殺母的案件 在台灣越來越多你知道嗎 那其實在2015年的5月有沒有 在花蓮封邊不是找到一具屍體有沒有 那個屍體就是這樣被人家氣屍在那邊 因為行李箱啊 海水拍打之後太陽曬之後 撞擊到那個鹽塊的時候 被一些釣客發現說 這行李箱裡面哪有大體 哪有一個遺體這樣 那大家就趕快報案 這個兩個你們看到這個是蔡晶晶 這個叫曾智忠這個就是剛才死者 那個陳怡的女兒 他們查到這兩個人啊 之前竟然有犯罪記錄被通緝中 為什麼通緝 因為他們竟然有一次 找了這個蔡清晶 去化8000塊 找那個化妝師 把他化成老妝之後 竟然跑去護身事務所 要把他媽媽名下的房子過戶你知道嗎 後來又跑到銀行 要把他媽媽的一些存款倒領出來 因為被人家發現說 欸沒什麼形 裝得不像 對啊 雖然你老 可是跟那個原本留下來 那個證據的照片 不大一樣啊 還是差太多 所以就被抓到 被發現之後 他們就跑掉 那個時候就被通緝 就詐欺通緝 所以他們有在案對不對 那後來就開始用一些 既然死者身份確定之後 大概你們身份也確定 就開始用這些方式 把他確定 鎖定他們兩個竟然在哪裡 在網咖 住在東區的一個網咖 而且吃喝拉撒都在裡面了 後來警方就把這個抓起來 當我列為嫌疑犯了 他們兩個說 沒有不是我殺的 跟我無關 一點都沒有關係 我媽竟然這個曾志忠 還什麼異想天開 竟然寫了一個殺妻自白書 寄給檢察官說 冒用那個蔡清晶他爸爸的名義 說那沒是我殺的 不是那種的自白書 那檢察官一看就知道說 這個假的嗎 那個筆跡一比對 一看就知道你造假 所以後來查出來 原來是這個曾志忠造假 你看這個曾志忠 真的是整天壞腦袋 一天到晚想那些有的沒有的 那你知道這兩個人後來是怎麼偵破 他們怎麼坦承犯案嗎 現在市政所有的市政都歸向於 這兩個人殺死他的母親 對不對 可是他們有兩個死鴨子嘴硬 你知道在偵訊過程之中不配合之外 還跟他講說你要我講的話 那我要吃高級牛肉麵啊 我要吃漢堡 我要吃什麼東西啊 所以這兩個人竟然嘻笑辱罵 那警方看他氣到要死了 有一天那警方就沒辦法氣死了 所以警方就想到一個方法 他跑去拜什麼 陳皇爺 他拜陳皇爺說拜託爺 你讓陳宇 因為之前他們是拜雞童的 那個雞童 有時候他那個魂魄有出來嘛 這次叫陳皇爺說 你能不能把蔡姆的冤魂 再把它放出來一次 讓他這兩個人看到這樣 果然拜完他們回去偵訓室的時候 偵訓室你無緣無故冒起一股失錯味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員警一聞到那個失錯味的時候 他們兩個也看也聞到 這個臉色就大變了 那時候警方在補償一句說 你老婆來了啦 我看來你老婆來了啦 哇那個蔡晶晶一聽到這句話說 整個人就崩潰 坦承說他們兩個就是因為沒有錢 本來要殺死蔡晶晶的爸爸 可是他爸爸是退伍軍人身強體壯對不對 這個爛的雖然爛爛不贏 沒有本事 所以開始就利用這個機會 趁他媽媽在5歲的時候前入家裡面 拿電極棒把他媽媽電暈之後 用鐵絲勒閉 用膠帶把口瓶全部纏繞之後 窒息死亡之後 再到花蓮去去屍 那我就講說這個很誇張 這兩個人我再講一個插曲 他們不是用電極棒打他媽媽電暈嗎 對 電完之後竟然氣屍完 拿著電極棒拿去店家講說我買錯了 竟然還去退錢 還去退錢 我真的有氣死 後來這兩個人被判了無期徒刑 為什麼沒有判死刑 殺害直系尊親屬 對啊 就是因為曾志宗讀高中的時候 德育跟權育成績良好 操信成績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 操信成績不錯 現在殺了人還算操信成績不錯 而且殺自己的媽媽對不對 而且他們兩個在獄中 被判無期徒在獄中竟然還申請結婚 你知道結完婚之後 竟然常常跟獄方申請 要在監獄裡面 原房 好扯喔 真的氣死人